胡斗 男 46岁 四川人 小学学历 本老板哈 图园老师哈 我叫胡斗 四川人 今年46岁 曾经的初中生就相当于现在的小学生 我在广州过来的11名打工仔 我利用冶语时间写了十多个小评 八个电影剧本 这是我唯一改变生活的稻草 也是我的梦想 请各位老板提出宝贵意见 和有限的帮忙 你也是什么岗位 编剧 我忘了说了 什么编剧 是电视剧啊 还是小品啊 还是短视频啊 因为我自己写的小品 也写了电影剧本 所以说我只能选择这个编剧 你啥时候开始写这些东西的 15年前最少 最少20年了应该是 2006年中央电视台 那个 已经在中国 王立芬老师主持 他不是请了很多老板去 讲一些理智的话和理智的故事 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反思我的生活 因为我是打工的嘛 我就说我要跟自己哪个目标 或者哪个方向 加上那个时候赵本山老师也很火 小品我就开始 想我写我生活当中的事 我来写 写一些写 这样好像又有电影故事出来了 又有长的 我就写成电影 有刊登过的没有 没有 一次都没有 没有 你是初中毕业 对 那你写作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遇到过词汇量枯竭的情况 有 当初我就买了一个词典来背 但是渐渐地发现我背不了 我的记忆力不是那么好 你有阅读的爱好吗 有 以前有 我读过韩韩的三重门 三重门写的是什么 看不太记 就是我看了 就是相对没看 我就不看 我真的记不起来 你最近看过什么 最近看上 那个手机里面那些网络的 就没有 就你没有正儿八经看过书是吧 没有正儿八经看过书 那你没看过 那你写东西 你的这些素材 你的这些文学基本功 从何而来呢 这好像随着时间 脑袋像方电影一样 它故事一个一个就出来了 就这样慢慢的就写 你带了作品来没有 有作品 来 发了是吧 大家看了以后怎么样 就没 完全没看懂 没看懂 还有好多错别字 我看一下 后面这张是完稿吗 就是我写了名字的 都是全部完稿 电影剧本亲情 农村人刘和贵 把自己轻生的三女儿 阿娇 抛弃了 二十年之后 全家在广东打工 一次偶然的机会 女儿竟然救了她 可怜女儿不幸地遭遇 不孝儿子的叛离 一次次的毒打 是否是上天的报应 血浓于水的农子写错了 你写成农民的农 对 心情割得你心疼 为了团聚 他们一起辛苦地努力着 故事的卖点 你写成了买点 这是一个比较真实 非常真实 一个比较非常真实 你看这语法 有很大的问题 简单的感人的故事 我看过了之后 我就是觉得 你的这个想法 这个故事结构 本身有太多欠缺 我还真实 你写了也有十几年 二十年了 作品为什么没发表 你觉得 一篇都没发表 我们第一 有时候我们根本 进不了那个门 比如说我去那个 珠江电影制片场 第一次进不了 你不需要投 你可以在网上投地 投了没有回应 没有回应 你觉得为什么呢 我要承认 绝对承认 我的水平不够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 岗位给你呢 艺术来源生活 我是生活在最低层的 那种人 我写得出 真实的感情 有些作家 曾经也来自于 社会的基层 但是他们也写出了 不少的作品 但前提是 他们在基层 观察生活 接触生活 但是他们自己 情于写作和学习 他们有很好的文学底子 你又不读书 你哪来的文学底子呢 你一张这么小小的纸 前后不过一千字 好多错别字 和语法的问题 我学不进去 第二个 我一边要打工 而不能全身 投入这方面进去 有很多人 在写出自己的作品的时候 都 听说流浪的地球作者 就是在自己的 这个工作的办公场所 他是个医生吧 好像是 不是 是那个 杨全 娘子官电厂的 一个职工 对 然后就在一个 很小的地方 对 他就是在自己的 工作单位写出来 我都不知道 怎么拿出去 这很简单 很简单 就是现在短视频的门槛多低 你把你的作品拍出来就好了 就算你拍不出来 你自己说出来也可以 我也去应聘 就是像现在我 不用去应聘 拍短视频不用应聘 你随便开个号 自己注册个号 对 自己拍拿手机 我叫我来些同事 我说我们一切搞这个短视 我现在有一个月没做工了 你这样很简单 你刚才不说你最大的困扰 是投稿无门吗 对 对吧 现在的自媒体 想让别人看见你的稿子 很简单 你有手机吗 你把你的稿子分成段落 连载 读出来 在网上 甚至不要人演 你就把它念读出来 每次几十秒 每次几十秒 你进行连载 在抖音上注册 就有人看见了 你为什么不去做呢 还有一点 你就即使是不在短视频上 你在微博上 你可以连载啊 对吧 头条号上也可以连载啊 都可以啊 你为什么不去做呢 就是我没有那种文化 写成很稀的那种 你要求薪资多少 是 是什么 你现在靠什么过活 不正常 你是做车工还是 就是车工 音乐大概多少钱 这个不一定 既见的 你要如果工作那个 生意好的时候 七八千可以 生意不好的两三千 我建议您浮动 您就放弃您的专业梦 这个岗位肯定是不太具备的 你要做下去 没有结果 如果你真的是想两边同时进行 踏踏实实先找一份工作 养活自己 我看头条有一个工人 他每天就是日节 日节那种工作 上一天班 然后休两天 然后挣了钱养活 再下一天 他把日节拍成段子 也有几十万粉丝 头条有明星扶持计划 写的好的 一个月的补贴 是两三万 就每天一千字 对 为头条 为头条 对 每天都有补贴的 你就靠这个都能挣钱的 好吧 曾花的那个 你是代工厂 我们现在也有工厂 你们也有工厂 对 也需要这样的工人吗 需要 但是他的梦想太大了 就是一边做着这个 一边想着那个 我没有做了 我现在休息了一个月 就是研究抖云短视频 我想改到我的这边来 哪怕从小的做起 行 我特别了解你 我也特别理解你 但你不理解我们 对 你不理解我们 你更理解不了读者 你也理解不了现在的市场 这就是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 咱们就不多说了 来 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你想说什么 我想就是你刚上台的时候 说了一个词让我挺心酸的 就是你把这种写作 当作唯一的救命稻草 其实我觉得换一种心态 把它变成一种爱好 一种兴趣 一种机会 我觉得你的生活会变得更好 喜欢你就继续写 今天没有人招聘你 有可能没这样的岗位 有可能觉得你没有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We were built to drive,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